大家早上好 我们请大家静坐 并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们可能已经适应了 那今天早上你来到这里 看到你可能意识到这里人不是很多 那如果回想几个星期前 我们的人数其实是更少 那现在因着限制放松了一点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 我的名字叫Matt 我是德雷教会的会员 那我们也欢迎所有通过直播 参加到我们崇拜的人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网上崇拜 我们非常的欢迎你 我们期待跟你建立更多的联系 疫情期间 我们依然是有一定的限制来聚会 那我们请求大家严格遵守政府的规定 比如说用洗手液洗水 我们有洗手了吧 那我们也会有这个乐队的领唱 但会众呢 我们不可以开口歌唱 那Milli Vanilli呢 讲的就是这个情形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你可以去查一下 那我们在场的会众呢 不可以开口歌唱 你可以哼着一起唱 目前我们是学校的假期 学校假期期间呢 我们通常会邀请一家信奉圣经的教会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信息 帮助我们这个教会 更广地看到上帝在其他方面的工作 那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是福音伙伴 福音伙伴教会 这里的意象是 作为一个教会的社区 我们希望 耶稣的爱 上帝的话语充满 并从我们身上满意出去 以至于中海岸的每一个人 都有让人信服的理由 来信从耶稣 这是我们教会的意象 这也是我们教会 所有福音事工的意象 我们意识到 我们不能 唯独靠自己的教会 来做这个工作 我们需要 也依靠其他的教会 一同来做这个工作 那上周呢 我们是邀请了 Evie教会的主任牧师 来鼓励我们 要坚定信仰 坚定不可动摇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主里的劳苦 不是徒劳的 那今天我们也有一位嘉宾 他是福音传遍澳洲 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他要跟我们分享 福音传遍澳洲的信息 那很感恩 我要离开这个舞台 因为我不是很会歌唱 那我们有请你唱 那上周呢 我是站在那里歌唱 很困难 我站在 我上周没有领唱 我坐在下面 很想很想唱歌 但又不能唱 那我们在家里的人 你可以站起来歌唱 但我们在场的人 你也可以站起来 可以拍拍手 或者跟着节拍一起 我相信圣子 我相信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 我相信 借着他的宝血 他的大能 我已经得胜 阿们 阿们 我活着 我活着 因为耶稣活着 阿们 阿们 愿我可以唱这首 永恒之歌 因为他活着 我曾是死人 被罪和羞辱 掩埋 但我听见 怜悯呼唤我的名字 他把石头 他把石头混开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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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着 我活着 因为耶稣活着 阿们 阿们 愿我一同唱那永恒之歌 因为耶稣活着 我可以面对明天 因为耶稣活着 所有恐惧 都已离去 我知道 我的生命 我的将来 都掌管在他的手中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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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着 我活着 是因为耶稣活着 我活着 是因为耶稣活着 阿们 阿们 愿我一同唱那永恒之歌 因为耶稣活着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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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一同唱那永恒之歌 因为耶稣活着 因为耶稣活着 那大家哼唱得很好 拍得也很好 我唱得很大声的时候 会让我的孩子感到很难看 那大家拍长得很好 那Tom,你好 你是福音传遍澳洲的负责人之一 我们鼓掌 欢迎他来到我们当中 Tom,欢迎你来到的儿子教会 感谢你们要邀请我来 那你不是在中海岸生長的,是吧? 不是的 我對Tarigal有一定的聯繫 但我不想利用什麼政治的優勢 那心裡怎麼樣?心裡很糟糕 現在天氣很好 很好,是吧?中海岸的天氣很好 那Ton,你是福音傳遍澳洲組織的負責人 那這個組織是一個新的運動 是想要看到傳福音的教會,信奉聖經的教會 得到更全面的支持,讓聖經的信息被傳播出去 那這個運動的心意在哪裡?心的舉動在哪裡? 那我們有一個組織叫Geneva Push 專門是幫助基督徒建立教會 那你們的主任牧師大衛也在這個組織裡幫忙職堂 那福音傳遍澳洲呢 我們算是Geneva Push這個組織的根界 就是當教會新建起來的時候 我們去幫助這些剛開始建立的成立教會 去推動這個成立教會的活動 那Geneva Push有十年的歷史 教會比我們的歷史更長 那我們這個組織是為了讓成立更多的像Geneva Push 教會的這樣的教堂 那這個我們最近成立了很多很多的教會 看到許多人信主也看到許多信徒得到堅固 那其實澳洲的教會 蟲的類似教會得益很多 那我們的果效怎麼樣呢 那就取決於你在聽哪一方面的報告 那大概每一個教會 有50%的人來參加教會 他們的這個出席率不是很好 但是IFIEC教會 包括的類似教會 是有比較讓人心裡振奮的數據 那我們的目的就是看到越來越多的教會 可以成為健康的傳福音的 不斷承擋能有再生能力的教會 那我們現在具體說說 福音傳遍澳洲 你們是怎麼運作的 我們做幾件事工 去年的話我們有一個特會 我們有700多位牧師來參加這個特會 我們幫助這些主任牧師 跟一些培訓的人員 建立聯繫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環境的話 通常主任牧師所做的工作是 他們是比較孤獨的 那你們的大位牧師 也成為了福音傳遍澳洲的組織人員之一 參加的人員之一 目的是幫助更多的澳洲 如果生活在澳洲的人可以跟福音建立聯繫 那很感恩我們的Likes會能夠參與進去 一會兒你要跟我們傳講信息 經文是使徒行傳 保羅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激勵 當人聽到上帝的話語 他們就要被興起來 這將會成為我們很大的一個鼓勵 那我們非常期待 Likes教會 我們非常熱心地想要看到 聖經的信息傳進社區裡 我們相信我們的角色 就是支持那些傳福音的弟兄姊妹 那今天我們聚焦來看 我們在北嶺地的宣教室 他們大概兩年前全家搬到了北嶺地 他們教會也有受到這個疫情的影響 那我們有一段小視頻 Likes教會好 這是薩姆爾 以下是我們家的巨星消息 薩姆爾三週前出生 看著哥哥姐姐開心地想要認識小弟弟 真是棒極了 疫情開始以來 我們這裡發生了一些變化 我們不得不取消教會的實體聚會 我們的茶禁小組是在室外聚會 因此可以保持小組的人數也比較少 符合政府的規定 我們堅持為人祷告 疫情間 教會有點像家庭教會 我們製作了一些手工包發給家庭 裡面有塗鴉和彩色鉗筆等 我們會讓當地的弟兄姊妹用本地化讀聖經 目製下來後上傳到獄去 讓人可以堅持用本地化聽聖經 我們不能駕馭廣上崇拜所需要的技術 但人們依然可以堅持聽上帝的話語 我們也舉行了幾次小型的茶禁聚會 疫情也為我們提供了分享盼望的機會 就是不再有眼淚、疾病和苦難的盼望 我們所盼望的時刻還沒有來到 現在我們生活的世界還在經歷痛苦、疾病和時尚 我們共同期待耶穌復興一切的時刻 祂要抹去我們的每一滴眼淚 不再有痛苦和悲傷 因此這是一個鼓勵基督徒 也是對付恐懼的最佳 很多人在害怕生死 所以我們作為基督徒 當中看見基督徒 依靠永生的盼望 依靠耶穌 跟耶穌復興一切 所以讓我們備受激勵 我們現在挺有十幾的教會聚會了 因為北領地連續一段時間都是零病例 最後我要謝謝你們不斷的支持和禱告 當你們給我們寫信 告訴我們你們正在為我們禱告的時候 或者給我們寄卡片的時候 雖然都是很小的事情 但這真的讓我們很感動 我們心裡非常清楚 假如沒有你們的支持跟禱告 我們是不可能在這裡做福音事工的 謝謝你們一直以來對我們全家的莫大支持 謝謝你們 那下一首歌 這首歌問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有誰能拯救自己 有誰能拯救自己 那一會我們會說 澳洲的人 我們一起來 或者一起來思想 這裏面唱到的歌詞跟信息 有誰能拯救自己 有誰能拯救自己 有誰能拯救自己的靈魂 我們的羞恥 我們的羞恥就是 我們對羞恥比海更深 你的恩典 您的恩典卻比這更深 次 主啊 有谁能救他们自己 有谁能医治自己的灵魂 我们的羞耻 比海还深 你的恩典却比这更深 唯有你可以拯救 唯有你可以救赎 唯有你 你将附生人间 来寻找我们 带领我们走出死来 唯有你配得最崇高的赞人 主啊 你已经开了一条道路 你除去了 与神之间最大的隔阂 当我们的心 越远离你时 你的爱 在追逐我们 是的 你的爱 比我们的远离更稳 唯有你可以拯救 唯有你可以救赎 唯有你可以将我们 死里复活 你从天而降 来寻找我们 带领我们走出死亡 唯有你配得最高的赞人 我们仰望 我们仰望 我们仰望你 你是赐生命的主 我们仰望 我们仰望 我们仰望你 你是赐生命的主 唯有你可以拯救 唯有你可以拯救 唯有你可以救赎 唯有你可以让我们从死里复活 你降生人 今天来寻找我们 带领我们走出死亡 唯有你配得最崇高的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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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谢谢你 不管今天我们怎样参与进来 我们的参与是因着你爱我们 没有你可以拯救我们 我们祈求你 这个信息可以让我们向你下跪 向你感恩,向你崇拜 感谢你 爱我们 赦免我们 这是借着救主耶稣体现出来了 过去这一周 我们 因着我们得罪礼 远离你 本该行善却没有行的时候 向你悔改 我们要对你说 对不起 请求你赦免我们 我们祈求你 在我们造一颗里面造一颗新星 让我们可以想往你的旋律 祈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来成就 祢 主,我们今天要仰望你的话里 祈求你 怜悯这个世界 我们也为疫情祷告 我们特别为 第三 我们为那些不像我们那样 幸运的 国家 特别是 没有条件 做这个 社交隔离的国家 祷告 我们祈求你 捡起你子民的痛苦 我们也为 北领地 为 Compassion Australia 这个基督教慈善机构 为前线的基督教基督徒 祷告 我们也为 我们也为 让他们把这个能带来永恒意志的福音传讲给社区的人 最后我们为我们的社区祷告 祈求你帮助我们继续在中海岸成长你的教会 祈求你保守我们下一个学期的学校圣经课可以继续 让很多学生都可以得知你的爱 并且因着你的仆人谦卑地服侍你能够认识你 我们也为教会的华语事工祷告 祈求你继续帮助苏西姊妹还有华语的弟兄姊妹祷告 祈求你使用这些弟兄姊妹把福音传给社区的许多讲华语的人 祈求你使用我们最后我们感谢你 我们为福音传遍澳洲这个组织感谢你 我们期待看见福音忠实地被传讲给整个社区 一代一代的传讲下去 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真理 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大能地工作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那接下来 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8章 我们读23到31节 那保罗是对当地的犹太人领袖祷告 他向当地的犹太人领袖说话 他们和保罗约好了一个日子 到那日有很多人到他的住所来见他 他从早到晚向他们讲解 为神的国竭力做见证 引用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话 劝他们信耶稣 他所说的话 有人信福 也有人不信 他们彼此不合就分散了 未散以前 保罗说了几句话 圣灵借以赛亚先知对你们祖先所说的一点不错 他说 你去告诉这人民 你们听是听见了 总是不明白 看是看见了 总是不领悟 因为这人民的心思迟钝 用不灵的耳朵去听 又闭上了眼睛 免得自己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经理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好他们 所以 你们应当知道 神这救恩 已经传给外族人 他们也必听从 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 住了整整两年 凡来见他的人 他都接待 并且放胆地传讲神的国 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 没有受到什么禁止 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 上帝 祈求你 使用我们想去的时间 在兼顾我们的信心 顺免我们 我们生活当中 以自己为中心 追求自己的旨意 祈求你改变我们 让我们可以追求你的旨意 感谢你 我们可以被你使用 这是多大的荣幸 阿们 那上周 安德鲁牧师 讲到我们在主点的劳苦 不是突然的 有的时候 当我们谈到这个主题 我是否应该 全然地奉献给 福音工作的话 我们会有 我们的心思意念里 会有一个抵触 这个抵触是 我为什么要全然地奉献福音事工啊 因为现在宗教已经不流行了 为什么我要全然奉献给福音事工 因为教会成绩很兴旺 因为教会成绩很兴旺 但是现在教会越来越老套了 越来越小了 我为什么要全然奉献给福音工作 因为这个信仰 已经脱离了公众场合 转为个人的 私人的问题了 宗教是否已经成为边缘了 基督教是否已经在衰败了 如果此刻你在参加这个 网上崇拜 你可能自己在思考这个信仰 你也从网络上了解到 基督教所经历的各种威胁 教会 教会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现在已经不兴旺了 你可能有一定的证据 你看这个没几年的调查报告 很久以前 百分之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 百分之九十 现在是百分之 以前有很多的人 说我是有信仰的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说 我已经没有信仰 并且很多人说 我是基督徒 但他们不断的脱离教会 所以你看周围的这些数据 你看周围的教会 有些教会 看起来他们都是年纪比较大 并且人数也比较少 每一年都有教会 每一年都有教会 关闭了 那你看澳洲的这些信仰的数据 你可能会 很失望 那这种世俗话 其实是从John Lennon 1966年那里开始的 John Lennon说 基督教会衰败 会灭亡 我是正确的 并且历史也会证明 我是正确的 那是John Lennon1966年所说的 那许多人也相信 基督教在澳洲越来越衰败 世俗化在澳洲越来越兴旺 但是让人惊讶的是 学术界的那些信奉世俗化的 学者他们有退说了 因为他们看到全球的基督教 你可能听到让人激励的 比如说南非 中国 人们谈到 他们里面的基督徒 人数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 当我们说 我们澳洲社会越来越世俗化 这可能是西方思想对你的影响 但是数据从全球来看 我们基督教的进程取得了一些非常关键的进展 我发现让人惊讶的是 教会 像德雷斯这样的教会 没有人会去对德雷斯教会的 实况 做一些公开的报道 但是你们是忠心的帮助人信福音 传讲信福音 福音传遍澳洲 这样的组织呢 我们会广播有关教会成长的信息 因为这样帮助我们基督徒相信 让我们看到基督教确实有一个光明的群体 这一切 都是有一个更加坚固的根基 这个根基比数据更要坚固 不仅是历史的前程以及数据 因为这个历史的根基跟数据是上帝的话语所决定的 因为上帝的话语比我们现在基督教的现况更牢固 实际上是上帝已经给世界定了这个进程 让他的福音可以被传播出去 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基督教有这样的情形 虽然有的时候你看周围不一定像是这个样子 今天我要跟大家详细来讲的经文是 使徒行证28章28节 它这么说的 所以你们应当知道 神这救恩已经传给外族人 他们也必侵从 那如果你喜欢做笔记的话 我们这里有三点 外族人听传 那这里有三点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 帮助大家明白外族人是谁 这个B是指什么 保罗的断定是否符合历史的进程 还有我们要来讲人是怎样听从福音的 那这就是今天的三点 如果你第一次来考试基督教 你可能也第一次来听福音的话 我需要你重新考察 基督教是否真的会灭亡呢 我们来看 第一点 他们指的是外族人 那这里的28节的外族人 其实他的翻译是从上下文得出来的 我们是在读使徒行传 是在四福音以后的使徒行传 那时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从十里复活 他升天以后 然后接着使徒行传 记载的就是耶稣升天以后所发生的事 他的门徒想跟其他人分享福音 那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门徒就是 使徒就是保罗 保罗 他因着传福音 受到了许多的逼迫 因此 他要利用自己罗马人的这个国籍 来向凯撒大帝起诉 他当时在中东 所以他们让他坐船到凯撒那里 就是在罗马 所以我们在28节读到了保罗坐船 他在11节到了罗马 那17节 他是做囚犯被逮捕 当他在罗马出现的时候 当地的犹太人领袖 听到了有关保罗的事情 所以他就去找保罗 想见这个当时是热门话题的保罗 那这是在17到22节 那因着他们的见面 因着他们的见面 他们要求再见保罗 那当时也来了很多人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23到31节了 所以那群人他们就犹太人领袖和保罗约好了一个日子 就是在罗马的犹太人领袖 到那日有许多人到他所住的地方来见他 他从早到晚向他们讲解很长的一篇讲道 为神的国竭力做见证 以用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话 劝他们信耶稣 他所说的话 有人信福 也有人不信 那这里意见分歧 有人信 有人不信 25节 他们彼此不合 就分散了 为善以前保罗说了几句话 这是高潮 保罗讲到的高潮 最后一句 他说 圣灵界以赛亚先知 对你们祖先所说的 一点不错 他说 你去告诉这人民 你们听是听见了 总是不明白 看是看见了 总是不领悟 因为这人民的心思 慈对 用不灵的耳朵去听 又闭上了眼睛 免得自己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好他们 然后 他28节 高潮总结说道 所以 你们应当知道 我要你们知道 神之救恩 已经传给了外族人 如果你是犹太人的领袖 你可能会以为 上帝仅对犹太人感兴趣 但是保罗说 因为你们犹太人拒绝 福音 福音要传给外族人 外族人就是非犹太人 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外族人 不是犹太人吧 对比之下 保罗说 这些外族人 他们 他们会 听从 你们犹太人不听从 这些外族人 这些外族人要听从 因此 我要把 耶稣的福音 祂的死跟复活 传给外族人 因此 问题是 这里的他们是谁呢 我们上下文 提到这里是外族人 不是指 每一个外族人都会听从 因为我们知道 也有我们的亲人朋友 没有听从的 但这里 保罗的意思是 在所有外族人当中 会有一个 坚效 当福音传给人的时候 有些人会领受 这就是 上帝为人类意识 所定的进程 所以我们这里提到三点 外族人 B 这里的B 第二点B 那我们现在做一些数据 数学 那我要大家问 我要大家思考的是 这真的发生了吗 保罗说 他们必听从 他们真的听从了吗 历史上是怎么见证 保罗这句话的 我们看 屏幕上的数据 地图 这几个地图 给告诉我们 基督教在历史上的进展 就是过去两千年 基督教的进展 颜色叶越深 代表基督 基督徒越多 那黄色代表中东的基督徒 当时是在公元一百年 那我们看公元五百年 基督教 基督徒开始 扩展 并且根基也更深 然后公元一千年 你们记得吗 元色越深 基督徒越是越多 我们看到 基督教不断地被传播 公元一千七百五十年 那福音被传遍全球 那公元一九一零年 甚至福音传到了澳洲 我看这个最喜欢的一点就是 想象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 历史地底上的哪一个位置 我们可能会想到新西兰 我们实际上 是远 跟 起初 耶稣出生的地方 距离最远的 但我们此刻 在离耶稣传福音的 耶路撒冷 最远的 这个地球的一级 这难道不是见证了 保罗所说的话吗 证明保罗的话是真的 2020 2021 我不相信基督教的这个进程会终止 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所做的工作 正在不断地扩展 福音在不断地扩展 事实上 圣经说 上帝的忍耐就意味着得救 当时讲这句话是 很多人期待耶稣再来 把我们带进新造 除去旧造 让我们进入到更美好的未来 然后作者就讲了这句话 上帝的忍耐意味着得救 上帝忍耐 没有让耶稣再来 现在没有再来 是要给其他 还没有崇拜 耶稣的人 有机会悔改 他们现在没有悔改 可能五年十年以后 他们会悔改 因为还有许多人 要被得救 还有更多的外族人 要听从福音 我们的历史会证明这一点 我希望这段经文 你可以看到 首先 你要挑战这个思想 基督教要灭亡 宗教要灭亡 第二 你要有信心满满的期待 教会的根基 对教会的根基 有满满的信心 中海岸确实有人 他们从来没有来过教会 很久没来教会 也没有想过有关基督的事 但是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他们会听到 他们也会信 可能今天在座的 会把福音传给他们 亲人 朋友 同事 我们也会看到 这些亲人朋友 同事 信主 这一个事情一直在发生 两千多年来 一直在发生 最后 我们刚才提到了三点 对吧 外族人 必 亲从 宝若说他们必亲从 他的意思不是指 他们会很神奇的 听到突然有一个声音 对他们说 这个更普遍的行为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教孩子 我们说 我说的话你怎么不听 你听是听见了 但你没有听从 那宝罗这里的听从 指的是他们会信 那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 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人是怎样听从福音的 是什么使人听从相信福音的 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当有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是因为圣灵在心里工作 他们重生了 没有人通过人的行为来信 而是主在他们的心里工作才能信 确实圣经里其他部分 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但是这段经文 你看23节 他们和保罗约好了一个日子 到那日有很多人到他的住所来见他 我们看这里保罗所见的三件事情 首先他向他们做见证 为神的国节力做见证 第二 他从早到晚向他们讲解 并且引用摩西律法先知的话 劝他们吸引耶稣 那这个对我们很有帮助 除去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就是 我所要做的就是 说有关耶稣 有关十字架的东西 相应讲一次 如果他不信 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我可以洗手了 他不信是他的事 没关系 我已经是忠心的传讲真理了 那神要做什么 他自己做 我会把这个称为懒惰的传福音 有的时候有充足的原因 但是这跟保罗在28节23章所提的完全不一样 保罗不仅是出现在某一个地方 说几句话有关耶稣的话 然后就走了 他所做的是他更多的参与进去 他是迫切地关心这些站在他面前的人 他们是否接受福音 说他所做的几个关键的基础的事情是 他向他们做见证 有关耶稣的真理宣告 所以他是单方面的向他们见证 第二点他所做的就是 他向他们讲解 他们讲到持续了一天 是整一天的经文 可能也有很多的交流 很多的证实 就是前面所讲的可能没有听明白 或者他们对他所讲的有拒绝 然后保罗来对付这些剧情 然后最后说 他是劝说他们信耶稣 他不仅是传信息 然后就跑开了 他真的非常关心地帮助这个人 可以信耶稣 他迫切地想要 他们离开以后可以信福耶稣 他一点都没有懒惰 他传福音一点都没有懒惰 他深深地关切站在他周围的人 迫切地想要这些人听从耶稣 信靠耶稣 我想这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纠正 我们同时不是在说 你只要是能很好的劝说 你就是很好的传福音者 因为只有上帝能在人的心里工作 所以当我们问 人是怎样听从福音的呢 这段经文具体给我们强调的是 我们的角色 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你不一定要做保罗 你也不一定要在前台上能分享福音 去讲解 去见证 去劝说 作为基督徒 你也有你讲解 见证 劝说的角色 你在澳洲有这个角色 看见越来越多的外众人青春 因为我不相信2020年2021年 福音就要停止传播 所以结束的时候 我提醒大家 历史是否向我们证实 福音 耶稣的死除去人的罪 他必复活 将来他要再来这个信息 是否传遍了世界 那使徒行战是耶稣升天以后写的 将来耶稣要再来 他要从天堂回到世上 上帝的忍耐意味着得救 上帝此刻所做的就是把福音传遍地极 现在上帝所做的就是把福音传遍澳洲 你我可以信心满满的期待 还有人正在中海岸寻找 你看看中海岸 他们对这个信仰不热心 但是五年十年十五年 他们就会热心 因着神的恩典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今天在收看 崇拜的各位 就能把福音传给他们 我们 上帝 我们崇拜你 你造了一切 你的主权 同管一切 你维持一切 疫情来了 你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离开 我们知道将来耶稣要再来 那是让人惧怕的一天 会有大改变的一天 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 可以预备好 祈求你使用我们 帮助其他人 可以在末日得到好处 而不是受审判 我们祈求你 祈求你带领更多的人信主 我们为着已经信主的人感谢你 祈求你让我们深入这个福音 主我们爱你 你如此地善待我们 我们崇拜你 阿们 最后这首歌 我们刚才跟Tom了解了一下 交流了一下 我们合唱部分 提到 我们赞美上帝 我们希望中海岸的人 都可以赞美上帝 我的思绪飘到了加烈山 耶稣在那里流血 为我受死 我看见他的伤口 他的手 他的脚 我的救主被咒试 丁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身体被捆绑 他痛哭流泪 他们把他 他们把他 葬在约瑟的坟墓里 墓口被大石头封住 弥赛亚 赞美你 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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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黎明之时 天子 从死里复活 我们赞美 我们赞美 赞美 拥有人远 拥有人远 赞美 他的名 我们要永远 歌唱 赞美 你 保住 保住 我们的神 他 他要穿着 白袍在里 要脸的人子 要穿过黑夜 我要与众圣徒 一同复活 单单注目 耶稣的脸 使徒行传 二十八章 二十八节 这救恩 已经传给外主人 他们也必听从 我们赞美 我们赞美 赞美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要永远 赞美 他的名 我们要永远 歌颂 赞美 保住 保住 我们的神 我们赞美 我们赞美 赞美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赞美 他的名 我们要永远 圆圆 歌颂 赞美 他的名 我们要歌唱 赞美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要歌颂 赞美 多美好 不能歌唱 真是多困难 但是我们心里 可以歌唱 这是多么棒的 一个崇拜 多么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 你 你 你 我 我们都有 一个角色要扮演 在传福音中 都有一个角色 去扮演 就是跟人分享福音 保罗 在罗马书 其他章节提到 他说 他们没有听 怎么能信 他们没有人给他们传讲 怎么能听 这里非常清楚地讲到 我们见证 我们如何生活 我们讲解 我们劝说 这就是我们参与到福音事工当中 而不是懒惰推却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赐给我们 父神感谢你 因着你的智慧 你居然愿意使用我们 来传福音 祈求你 让你的教会不断成长 让福音不断成长 在中海岸成长 祈求你在我们心事意念里工作 让我们可以积极地回应福音的呼召 因为许多人 因为许多人迫切地需要福音 阿们 那我们下周的话 我们也是继续谈福音伙伴 我们会谈福音事工组织 这个福音伙伴 福音伙伴 这个事工组织在我们教会 做得出了很大的影响 那接下来 外面你可以继续 香蕉 那我们门口呢 有这个奉献箱 如果大家想奉献的话 你可以就把奉献放进奉献箱里 那希望大家有非常美好的星期天 我们下周再见